这样一锅汤出炉一定能掀掉你的大牙 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你确定不看一下吗 老板帮我拿七个大核瓣 最大的 多少钱 30 可以 敲一下是什么意思 否刀冲不进去是吧 对 我每次自己刷的话 总会把里面那个胆给它弄破掉了 洞子切开了 应该顺着边上 对吧 从边上 老板专业 哇 很完整 现在是这个棒的筛 筛给它抠掉 好像还有肠子 那个肠子是肚子连接哪个位置 这个盒棒都比较干净 还蛮干净的挺肥的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美味 很多人买回来的盒棒不会处理 难怪又腥又臭而且还嚼不动 今天我用一个视频详细的教大家怎么处理盒棒 盒棒回到家以后把两侧的棒筛给它摘除干净 然后用剪刀在肚子的地方剪进去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然后用手把里面的东西挤出来 很多朋友说这里面是盒棒的黄 也就是它的精华所在 但是盒棒如果遇到我 我是不会吃它这个东西的 盒棒非常的鲜 就是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大家耐心的接着往下看 后面还有详细的讲解 全部处理好以后放入盆中 接着进行第二步处理 往里面加入两勺面粉 加入一点点清水 水不要太多 然后用左手给它用力油搓抓洗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它能把表面的粘液和脏东西全部带出来 用力油搓抓洗两到三分钟 然后用流动水给它进行深度的冲洗 想要把盒棒做得不腥 清洗的步骤非常重要 清洗干净的盒棒放到案板上 我们给它进行第三步的处理 为什么很多人做的盒棒 总是特别老特别硬还嚼不动 关键点就在这里 颜色比较深的部位是盒棒的腐竹 非常的坚硬 我们一定要用刀或者擀面杖 给它进行拍拍拍拍 盒棒的闭合机也要给它敲一下 平时盒棒在水里爬行游走 全靠这个腐竹支撑力量 所以它非常的硬 一定要给它敲一下 破坏它的纤维组织 这个裙边非常嫩 不需要敲打 然后到锅中进行第四步的处理 也就是焯水 加入适量料酒烧开煮两分钟 然后捞出洗干净 这边是提前浸泡过的咸猪手 冷水下锅 加入适量料酒给它焯水 经过四个步骤的处理 盒棒就算处理好了 然后放到案板上 给它进行改刀 切成比较大的块状备用 咸猪手煮了五分钟 去除多余的咸味 然后捞出给它清洗干净 高压锅里面直接加入适量植物油 加入两片生姜 给它煸炒出香味 加入几条香葱 这一步我们要把切好的盒棒 倒入高压锅里面 给它进行简单的煸炒 达到去心蒸香的效果 把咸猪手也倒进去 加入适量料酒 同样是去心蒸香 盒棒最完美的搭档 必须要加一些腌制的咸货在里面 它的鲜味才能达到一个极致 煸炒出香味以后 往里面加入长姜水 这里水的用量 大家自己看着办 想多喝一点汤的 就可以多加一些水 加盖上汽以后压十分钟 这边是煮笋 给它焯水煮熟 去除寡色味 高压锅里面的盒棒 咸猪手已经炖好了 给它倒出来 这个汤非常的浓香 奶白真的非常的香 这个笋也倒进去 再给它炖煮个七八分钟 调味加入稍微多一些胡椒粉 去心蒸香 再来一点点鸡精 增加鲜味 好了啊 大家可以尝一下这个汤汁的味道 因为咸猪手比较咸 所以呢 基本上不怎么用加盐了 和大家说一下 这里面的咸猪手 也可以换成咸鸡咸鸭 或者咸排骨咸肉 都是可以的 也可以往里面加一块豆腐 也是非常不错 然后给它转入一个砂锅里面 最后往里面加入少量央草 在南京地区也叫做草头 不知道你们当地叫做什么 这个菜也非常的鲜 放在里面起到很好的 去腥解腻的作用 那么今天的盒棒炖咸猪蹄 到这边全部制作完成 按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盒棒 非常的鲜 而且不腥不柴 老人和小孩都能轻松嚼得动 欢迎大家来我的主页 学习更多更详细的菜谱教程 我们在一起研究哦 冒冒 将冒相